今年少见的道琪都有把Bentman派出来做先发的三雷手 Bentman已经好一阵子都是做板凳的带打的选手 这时候我们的中间篇图 最久有机会出去了 道琪队有追平的比速 靠了Bentman的扬成全雷打 所以双方现在战成了1比1平手 这也是Jungman 今年球季被打的第七发全雷打 Bentman今天难得被总教练Gradio Leto派出来做先发 结果第一次上来打击就有好的表现 这是84英里的一个变化球走外侧 但是竟然被Bentman用相反方向 打的中间偏左方向进到了观众席 所以替郭洪志追平的比速 现在大约轮到了第八棒的Camp 连续两扎全雷打凶线 所以死的现在道琪队反倒是超前了 让Bentman大都会的总教练现在脸色是非常难看的 原本前一个半局刚刚取得领先 结果没想到这个半局 在一出局的情况下 Bentman跟Math Camp都分别集出了全雷打 Math Camp才不过是刚刚上了大联盟 今天第一次被派上场 但是先发右外手取代了这个Easy 结果没想到还集出全雷打 哇 这个球难道又来了吗 哇 技能过游戏也来着 Bentman back to back 哇 怎么可能呢 哇 过游戏也打出了全雷打 Bentman back to back to back 的全雷打也让道琪现在取得3比1的领先 哇 小小多果然证明他以前在高中时代 就是一个中心打者 告诉大家 装面 This is my place 这也是台湾选手第一次的大联盟 集出全雷打 对 我们再来看这一球 一个偏高的球路 对 攻击是手后 用外野方向 索达者硬直把这个偏低的球 其实这个球看起来还投的并不差 偏低偏大的外设 但是硬直拉回来 打向中间偏右方向 形成那个阳村全雷打 这次就可以慢慢跑了 道琪队原本是全大联盟 打出全雷打数字最少的一个球队 就没想到在第二局 结果在E出去以后 back to back to back 而且是789棒 都出现全雷打 现在反倒是3比1两天超球 哇 在这样的情况 真的让观众朋友看得 是非常非常轻敦的 因为刚才看完一场 王建民拿他今年第六胜的比赛之后 没有想到小小多的赛 在上半个堆到一分 能够789三个